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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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地方,当时好像是刚买了车 带着妹妹来这边炫耀 然后还有同学,同学她妹妹 就我们一块过来的 其实很多年以前了 就之前在这个地方冬天的时候呢 飞过一次无人机 当时真的是飞无人机特别痛苦 诶,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就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喜欢大半夜过来这个地方 穿着红衣服然后走 走到湖里是吧 这前面是静止跳湖的 开玩笑 那我们就过去再看一眼 因为今天不是周末,但是人很多 主要是因为天气突然间好了 今天好像是周五,今天周五 今天周五 注意你的鞋 鞋没事 不是,地上有很多粪便什么的 感觉咱俩第一次在公园见面就是很多鸭子 对啊 不是,不是第一次见面啊 第一次 在里面 是 这边 这边 他们的地盘还会跑过来叫 哎呦 我看到事了 这边 我每次来 特别特别多的华人在这边聊天 因为他们觉得路湖 是加纳 文革华 必来了一个湖 因为周边呢 其实有很多豪宅 豪道 不敢住 因为太大了 刚才我拍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那些说什么 我们不必须拍照 对 也是对小孩子一种保护 挺好的 但是路我 然后再掺到他们 应该就没事了 对 但我小时候没人保护我 也没人保护我 好吧 那这个地方其实我有几个朋友是在这边结婚的 就前面有一个专门举办婚礼的地方 我参加了一个试镜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位置 在那个位置 然后拍了一段 就试镜 然后 他要上交一个视频作品 然后就是讲他们的一个选段 你找朋友在这边拍一段给他们发过去 然后 这边确实很安静 其实 怎么说呢 这个地方其实对我来说也回忆也蛮多的 像以前我刚来的时候 当时还是学生的身份 就站在这个湖边 我就看着湖 看着远方刚刚那美景 我就想以后 绝对能 学习特别好 能毕业找份好工作 我的未来就在这边开始了 我也这么想 那是特别美好 我觉得 对 这地方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你要说风景来说还真的是 对啊 就跟我国内的风景就完全不一样 你国内哪儿啊 北京哪儿 那边都是高楼大厦 这边就特别 农村 但是空气是真好 好冷啊 哈气了 哈不出来 北京可以哈出来 有有有 真有啊 现在是十 十月二十七号 我觉得 哎我觉得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月其实温哥华挺给力的 某一年的十月份 完全在下雨 从来没陷过今天 真的发生了 可能会 哎呀湿了还能 哎 妹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刚才 这边很多人都是 我觉得都上年纪的都是 老爷老太太那种感觉 嗯 很多人在这边就是在这儿散步啊 养老 对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有一天你老了之后 我觉得老了之后可能会吧 但现在我 嗯 You know 哈我们还年轻要闯一闯 对我觉得还是去更大的城市更大的地方去闯 老了之后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养老 其实我都有点想养老了 因为太累了 哎 你刚刚提到你想去更大的城市 嗯 那你想去哪个城市 想干什么关键事 想干什么 其实我觉得去哪个城市无所谓 主要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喜欢啥呢 嗯 认识我久了应该都知道 我比较喜欢表演 但我现在学的是 呃 话剧 就是theater专业 希望说以后可以 做这方面相关的事情 不管是做表演 还是幕后 都可以 这是你确定 你想做的事情 对我觉得人有梦想还是 挺难得的 我现在觉得我很幸福 有目标有梦想 开心了是吧 对 啊演戏 OK你刚刚一说演戏呢 我就想起这个北京电影学院招收那个情景了 几万人 招一个名额 为什么会选这样的路呢 我从小就是一直是 生活在舞台上 好像小时候就开始演舞 对 幼儿园就开始跳舞 然后参加各种演出 所以说只要跟舞台有关系的 我都很喜欢 哎呀真羡慕你 一开始就有一个自己小小的追求 你像我这么大岁数了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结果 没关系还不晚 有的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确定吗 嗯我认识很多老年人 然后他们跟我讲 哎呀我都退休了才知道自己要什么 就是太晚了 年轻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他们那一代的人可能就是 首先要花很多时间解决温饱问题 所以说在我们现在这种不用考虑温饱的年代 就是还是很幸福的 对我觉得追梦是必须的事情 你要追不到你是失败的 对吧 你不是说了吗 呃如果咸鱼有梦想跟人类有什么区别 哈哈哈哈 是没有梦想有什么区别 蛤什么再说一遍 哈哈哈哈 咸鱼 原话是 人类如果没有梦想 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刚想你好在损我们人类是吗 啊粗里不粗 好吧 妹那你现在你的梦想是不是 就是慢慢的变成了现实了 已经 怎么说呢 大家都知道我跟米哥是同一个college 毕业的 我们是校友 但是我毕业之后呢 觉得还是离自己的梦想还是不够近 所以我去SFU去念了这个 专业 所以我觉得我是在往我的梦想 一步一步前进着 呃怎么说呢 就是竟然是听天命吧 我觉得你会成功 我也觉得会成功 对先有点自信 自信是很重要的 然后再说吧 那前面是麦肉汤吗 对啊 确定吗 哇哦 以前梦想居住的地方 对以后的 据说是第二个当堂 看到了吗 感觉 未来40年会有很多很多的楼盘 快快快快 一动一动的 唉 是啊 就是跟咱没关系 你那鞋行吗 你 加油 奔跑吧 奔跑吧 那五月厅 对这儿不错 之前我朋友结婚就在这儿 现在是收了 什么都没有了 之前各种椅子 各种婚戒 各种 你不是个人家呀 穿西服的人 这是个教堂 呃它其实一个 算是一个 专门举办活动的地方 也不算教堂 小心哦 这地很难走的 你应该走上面 哦对对对 沙 沙不沙 这个地方呢 就是以前我跟我朋友 划船的地方 有有很多人 其实去搬服什么路易斯湖啊等等 我觉得路易斯湖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的 一个升级版而已 嗯 你敢踩上去吗 那这是rental的呀 rental 咱们不开走啊 踩上去也不行 呀 算了 干不出这事儿了 我上次我 掉进去水一次 啊 在downtown那个 downtown 直接掉海里的 当时那个vlog叫做 跌入太平洋 对吧 对其实刚才 跟大家聊了很多 梦想什么事儿 我觉得 哎 说过太多遍了 就是以后可能会少说一点 做就好了 真的 就说太多没有用 之前也说很多人说 学习怎么怎么才能好啊 学就完了 真的很简单 今天呢 其实也是过来祝福一下妹 以后呢 能够 在这个学业上啊 事业上都好好的发展 这也算是一个 我的对你那个小小的祝福 刚才其实我跟他聊了一下 他说了一些 这个生活中的一些糟心的事儿 你刚说那句话挺对的 move on 就真的是把过去的事儿 告别过去 走向未来 过去甭管作惨 不念过去不会这样的 对你学会这一点 你就长大了 所以我们告别过去 加油 米奇 米奇 你哥也加油 谢谢 好 好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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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